左小青有着一种不带侵略性的美,给人的事如沐清风,美得自然,外在温婉柔美,却有着勇于挑战不同角色的韧性。 小学五年级时就被老师选中进入业余体操队,参加过湖南省市集体操比赛,后来顺利进入国家体操队,成为中国女泽艺术体操队员,多次获得国内比赛冠军,1993年退役。 随后,左小青随父亲的一个朋友去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片场玩,结果姜文邀请她在电影里面客串一个走起路来,有点八字脚的女孩张小梅,199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,毕业后到湖南电视台担任娱乐极先锋主播。 从出道到现在,左小青也有着不少让人赏心悦目的好作品,比如在2004年和老戏谷陈明道合作的《中国是离婚》, 在里面她饰演的是既没有城府,但又不失机敏的娟子,给人的印象一点都不亚于女主角蒋文丽。 不但在电视剧上有突出贡献,在电影上也是有不少代表作。 在2010年的内部喜剧电影《人在窘途》中,她饰演李成功的妻子美丽一角,完美呈现了一个睿智女人该有的样子。 个人生活,左小青选择了比自己大20岁的富豪高权健先生结婚,富豪老公也是非常深爱娇妻,婚礼也要举行两次,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两地,婚后生活一直很和谐。 在与富商高权健结婚一年后,她生下了自己的女儿,不过在前几年的时候,她一直都未曾公开过女儿的任何信息,直到女儿现在8岁了,才慢慢让她进入公众的视线之中。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,可以点一下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